大家好 现在一早 去湖北襄阳的古龙中 也可以上襄阳看 今天是完全的晴天 天很蓝 咱是河南 要是进到湖北 湖北襄阳 襄阳当年也是 波靖黄蓉保卫襄阳 其实我在这说这些 其实也不完全 在说历史 历史和小说 或者文学一块说 传说历史 放在一起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看这个 两边现在是 之前六月份是晾晒麦子 现在是晾晒着 玉米 收了很多玉米 在地上晾晒玉米 这可能都是这边的习惯 16公里以后 就是去上高速 这边现在是 玉米和花生都下来了 现在正 看这边还有很多 花生的收购行 玉米收购 花生收购 还有毛豆 看来这边的农产品 看来这边的农产品 现在收获的主要是 玉米和花生 这个世界 路边也有这种棕榈树了 这边也比较暖 这是河南这边典型的一个 小村镇 很漂亮的一个 宁静的小村 可以看到 家在护尔蒙前晾晒着玉米 有的深一点颜色 这是花生 咱们现在就快进高速了 去襄阳城 古襄阳城 计划是先去襄阳 看龙中和襄阳城 然后再回新野 看新野的风景 看这指向襄阳 咱们就去襄阳了 这也是第一次来襄阳 这可以去襄阳 也可以到龙中 没想到新野离这边这么近 也是古代的历史文化重镇 也是一个军事要地 现在是去这个邓州停车区 咱们去邓州停车区 快点能加点油去 邓州这块呢 也属于河南的南洋市 这里搭车的非常多 好咱们现在离开这个 渠车区 道路坑坑坑坑 往襄阳走 襄阳北 下一个是襄阳北 看看咱们 河南湖北这边的农场 这已经快两省了 现在已经是进入湖北上 欢迎您带来河南 是吧 一会儿还会回来 今天住河南 河南新野离襄阳特别近 来襄阳看去 现在是中午11点 这就快到襄阳服务区了 这就快到襄阳服务区了 咱们进襄阳服务区 这就快到襄阳服务区了 这就快到襄阳服务区了 现在是放出无人机 拍摄一下 观景观看 摄阳服务区 摄阳服务区 再 把无人机收回的镜头 你看小飞机在天上就是一点点 无人机风扇的风力还是挺大的 可以卷起尘土 欢迎飞回来 这边是湖北襄阳的停车区 刚才小飞机飞了一下 田地里在收购运 在服务区的停车场 各种这种大型车辆 运送的货物 这是咱们的襄阳服务区 拉着各种车呢 很多货车省都拉着小轿车 好晒啊 现在咱们离开这个襄阳服务区 继续往前走了 同时还有三辆货车也在准备离开襄阳服务区 看上去还挺壮观的 这个两边种的是花生 看这边 右侧的地里种的是花生 还有收获完的玉米 刚才飞了一下 这玉米基本上都收获了 现在玉米是收获季节 看到有亮晒玉米的 湖北也一样 河南也一样 都在收获玉米 这边离古龙州 襄阳古城 中国唐城 还有21公里到龙州 咱们先去看看龙州 这边有米公祠 对对对 米公祠也看看吧 米湖的祠堂 米湖是在襄阳生活过一段时期 现在是行驶在汉江上 汉江应该是从汉中过来的那条江湖 汉水汉江 这是汉江大桥 旁边是铁路桥 从这个视角看 旁边这座铁路桥 还是非常的壮观 咱们现在就出高速路 就龙州风景区 庞城风景区 特别喜欢这种弯弯曲曲的道路 这边又是向相反的方向 弯曲延伸 看这两边的绿化也很荒秘 风景应该也是挺秀利 去贵州的路上 应该大部分是走湖北 也会经过湖南 看这是龙中的收费站 收费站都在往左上 咱们看看乡亚 乡亚这种还是古色古香的 公交车站也是这种 古色古香的建筑 还有三公里 古龙中风景区 不知道湘阳这边的 或者龙中这边什么美食 这是什么树 加州桑吧 这是叫我头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 张星着 感谢观看